天氣漸漸變熱 因此有傳染到面體的事情是最新發生 消防局也會有民眾 如果有發現傳染到家要注意安全 並且記住住的遺地 也像卡電位到消防局進行撐的動作 夏天一直要到了 傳染去面體的事件也漸漸變了 民眾可是有發現傳染去家要小心安全 記住住的遺地 而且也像卡電位到消防局進行保留 現在五月了 天氣漸漸已經炎熱 目前捉蛇的勤務會增加 民眾如果遇到蛇出沒在我們家的附近的話 也不要驚慌 記得要記住蛇的位置 趕緊通知我們119 我們會進出派員來協助 那風的勤務的部分 因為目前風也開始有在活動 那應該會等到大概中秋的時候 更加的一個活動就比較強 如果有遇到這個像虎頭風之類的話 民眾也盡量不要去惊惱他 如果所有覺得有危險的一個狀態的話 也可以通知我們119來協助 大隊長也給民眾 發生總控時一定要通報消風隊 千萬不能自己進行保留 以免作為意外的發生 新中華新聞 蔡總籤 六港 蔡英文報道